今天中午的大带记带您来关心 有上千位民众上周五包围了中正一分局 其中台大学生洪崇燕还怒呛方养宁 小心被暗杀 引发了失言风波 今天洪崇燕首度出面道歉了 而且他三度鞠躬 不过对于带头聚众 他表示愿意承担刑责 不过他还是坚持真正的主谋 是方养宁 对不起 如果当天我在场 针对方养宁局长的话 或者是我当天在场的任何发言 有错误 有失误 有伤害到他 洪崇燕对于在包围中正一分局时的失言事件 是个多日他首度除面道歉 而且三度鞠躬不道歉之后 他还是把整件事情矛头 指向中正一分局长方养宁 而且我会说出对不起 对不起这三个字 那跟方养宁局长不太一样 他没有说出这三个字 如果非得要找一个首谋的话 那就是方养宁局长 那就是中正一分局 就是这个马正夫 而当天引发正义的就是这句话 你会猜这个马正夫王 你会猜自己在暗杀我 这句话让舆论都转向 不过当天何出此言 洪崇燕表示情节之下才脱口而出 而在计程会上多次强调自己不是主事者 因为我没有聚集群众 真正聚集群众的是中正一 但是我会去承担这个聚众的责任 因为现在聚众的判定很荒谬 就是有拿麦克风就叫聚众 公众们的路权集会地点在济南路 却违法进入立法院大门广场 方养宁表示 游戏规则不是拿来装潢用 而洪崇燕当天拿着麦克风 指挥带领群众喊口号 是不是主事者 画面会说话 记者容向张昭彭台北采访报道